早安现场 现时间早上的7点17分50秒 您所听到的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 我是詹宛如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喜欢足球的朋友 在昨天凌晨的时候都所在电视机转播前面 主要是要看2014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冠军 奖落谁家 好这个我们结果也现在也知道了 是德国队 德国相隔了24年 拿下了第四座冠军 这相隔24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登上美洲捧到了冠军杯 那这是欧洲的第一支队伍 其实这是一支非常非常强劲的队伍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看热闹之外 就是我们也要一起来看看门道在哪里 我们访问到的是新竹教育大学体育学系的教授 黄玉黄老师 黄老师您早 是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老师 我相信体育学系很多的同学或者是老师 也很关注足球赛的消息 对啊对啊 这四年一度的大事 我想不只是对这个体育界的朋友 很多这个我们讲说看热闹的朋友 也会对这样一个月的赛事都会特别的关心 对因为毕竟身周围很多朋友都在聊足球赛 你不看个一场你总觉得怪怪的 好像你也要稍微跟上现在舆论的潮流在哪里啊 好那现在德国队拿下了冠军 那很多人就想说那我们至少了解一下 为什么德国队可以拿冠军呢 其实他在过去也曾经拿下冠军失利啊 其实他我看到他的教头就说 他们十年前开始有夺冠的计划 那今天发生的一切是多年努力的成果 哇这一支球队十年前就在铺路了 对没有错 其实我们对于这运动这一回事 他不是说有立竿见影之效 很多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那德国最近拿的冠军 那其实很多的媒体的报道 他们到底花了多少的时间 他们的培训系统是怎么样 能够让他们在今天能够有一个 我们讲说有一个收割 一个成果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很多运动的发展 都要登峰造极呢 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要一个长期培训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包括即使日本呢 在这一次世界杯的表现不是很好 可是在亚洲来讲 我也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他是连续三次拿下的亚洲杯 这过去是很少见的 他们也是一样有一个长期培训的计划 所以不管是德国队 或者是这次我们邻居 我们日本队 其实在世界杯表现不好 但是他们的亚洲来讲还是第一 不管怎么样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能够对足球运动有一个长远的发展 是 所以运动比赛绝对不是一蹴可及 绝对不是今天我就立刻就有好的选手上场拿冠军 对 他们有所谓的一个打一个 打一个我想吃个大力丸 然后明天就可以变得非常深有 然后可以击败对手 这个大概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德国队 这长期的培养 其实也花下了不少的经费 然后跟心思 那有一种分析就是说 其实德国队这次23将 人人可用 他们的板凳 即使是板凳球员 也是很厉害 这个让人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这一次德国队拿冠军 他也不是说过去都表现得不好 然后突然就以黑马的姿态 有个灰姑娘的一个角色出现 其实他过去 包括这一次 他是连续四届都打进了前四枪 也就是说从16年前开始 他们一直就是一个夺冠热门的队伍 他们一直有那个潜力 只是他们到了今天 在其他国家的 可能准备的不是这么好 例如说我们讲说 以巴西队来讲 他的主将内马受伤以后 他从准决赛到所谓的季军赛 其实输得很惨 阿根廷有一点是所谓的艺人队伍 就是一个梅西 那靠雯如果这个梅西 他没有办法发挥的话 其他的球员好像就没有办法 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 那德国队刚才主任谈到 他连他替补球员都能够进球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到一点是说 足球很重要谈的是一个团体战 不是说我一个人 独撑大厦 那其他权威都可以旁边当路人甲路人 不是 德国队从过去世界的水准 他其实一直非常稳定 连续世界16年都打进前四项 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扮演的 替补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 包括在荷兰队 这次在准决赛呢 算数给了阿根廷 但是他也是PK赛 他最后呢也击败了 地主国巴西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们也都是全员都可以使用 包括他们匹补门将也是非常厉害 所以这点告诉我们 足球他打这个团体战 打了不是做明星球员的战争 是每一个球员都很重要 所以这么多年来 德国他的目标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拿冠军嘛 因为打进四项 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不是新闻了 对对对 所以拿冠军 这么临门一脚 那一分好冠军一分之差 要怎么踢进去呢 他们怎么培育选手的呢 对 其实对足球这个运动来讲呢 在欧洲国家来讲 其实就如同台湾发展棒球 对许多欧洲的国家来讲 从小开始踢足球 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跟吃早餐午餐晚餐 一样那么稀松平常 所以他们就很习惯 在那样的环境成长 踢足球就是每一个孩子 在小时候一定会 在成长过程 一定会参与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们来讲 这个是非常平常 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的体制觉得说 好你又会踢足球了 喜欢踢足球了 我们学校呢 我们社区 会有这样的一个足球队 让你来参与 在所谓的整个金字塔 最底部这个阶段呢 那他们的足球人口 是非常的多 那另外一个呢 其实大家要知道了 欧洲的职业足球 发展得非常成熟 如果你真的有一点足球天分 你也真的那么喜欢踢足球 那你足球的细胞非常好 那你慢慢到顶尖呢 那可以选择踢足球 作为你的一个职业 那就容易培养出 顶尖的选手 那这是各位其实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 不管是阿根廷 巴西 荷兰 德国 这些选手 他们其实 都是职业选手 所以从第一个 在从小的生长环境 就非常容易有参与 踢足球的机会 第二个 那这个足球天分呢 那到你长大以后呢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你踢足球 作为你磨身的一个职业环境 职业场合 所以基本上 这样的一个选手 他的天分 很容易被发扬光大 是 如果每个 比如说在欧洲的小孩子 多少都会踢一点球 其实在筛选 国家选手的时候 那个母数又比较多 对 那个生母就多了 就容易挑得出 所谓好的选手 对 其实这么一个 哪一个系统是好的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阿根廷或巴西 以巴西为例好了 他其实这一些选手 这是代表这个巴西国家队的选手 其实包括阿根廷也是这样 他平常都是欧洲踢休的 只有国家都要比赛 然后我临时征召你这个球员回来 所以才会回到美洲去 才会回到你一个国家代表队去了 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培训机 是没有什么好 不好或对或不对 只有你这个国家 依照你的所谓这个人口的结构 因为每个国家人口结构也不太一样 有小国有大国 那第二个呢 依照你这个国家的一些经济特性 去找出一套适合你自己的模式 是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新竹教育大学 体育学习的黄玉黄老师 跟大家一起除了看足球的热闹之外呢 我们希望也看到一点门道 当然接下来这个阶段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来看自己啦 好 对 很多人 那我们台湾的足球发展 对 到底有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一样 对 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有开放 call in 跟大家来聊世界杯足球赛 那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不管是台湾或者大陆的朋友就说 难道我们都踢不进去吗 怎么世界杯都是看其他国家的队伍 替其他国家加油呢 对 其实 刚才主持人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到底 政府在对足球运动的推广 推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 那刚才我们在跟主持人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顶尖的球员呢 他是有一个商业机制在运作 那不管德国 应该是说欧洲有五大的职业足球啊 所谓的法国啦 英国啦 然后德国啊 然后西班牙 意大利 那只要是你所谓的一个足球技术水准够高的球员 基本上他们会在这一些所谓的职业的联盟呢 去让他们去所谓的一个 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发挥他们的运动的天分 这个部分呢 其实政府不太需要做 这个靠市场的机制呢 去运作 那政府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把扎根的工作做好 刚才主任谈到了 我怎么样在基层的足球的人口去做推广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这一部分其实在台湾是稍微可惜一点点什么呢 各位可能听众朋友啊 两岸的可能很难想象 在一甲子 大概是我记得是1958跟1962的时候 所谓的亚洲运动会 台湾的足球呢 是拿下亚运的第一名 连续两届拿下冠军 在60年前 亚洲的亚洲杯冠军 亚运会 亚运的时候 我们连续拿下两届的冠军 那很难想象 我们的足球在那个时候 只要拿下第一名 因为现在我们常开玩笑 我们台湾的足球运动 这个在世界上 在排断 这是后段班的 大概全市的204个国家吧 我们大概排到160 170几名 怎么这么落后啊 对 然后呢 大家也能想象奇怪 60年前 台湾的足球队 在参加亚洲运动会的时候 亚运的时候 我们是连续拿下了两届的冠军 那同时呢 在二十几年前呢 我们的木兰 女子猪就代表对呢 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 可是呢 现在是有点这个江河日下 我们在可能在亚洲呢 都称不上是名列前茅了 所以大家思考出 到底我们的足球运动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其实回到刚才 我们跟足球人讨论 我们的基层运动的人口 参与的非常少 这一块其实就很难挑选到 所谓有足球运动 天分的孩子 是 真的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都喜欢 打篮球 打棒球 或者踢直排轮 或者是我们修直排轮了 对 所以这一部分其实就是 参与运动 足球运动的人口 在小学这一块 在中学这块 都非常少 是 棒球是以前有王建民啦 然后呢 篮球是有林书豪 可是我们没有足球明星 可以带动这个风气 国家英雄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两个部分 我们必须思考 是第一个 我觉得政府目前虽然 教育部体育署 他有个大足球的计划 但是可能很多人 包括说 真的吗 我们政府在推这个计划吗 有这个政策来落实吗 他可能也不太清楚 他确实有在推 但是呢 他包括他的成效啦 在目前来讲 因为他刚推动 所以他的成效 可能还不是这么的明显 但是我倒觉得 从学校的机制来讲呢 应该要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计划 现在可能大家 比较不清楚 在一些都会区的学校 有非常多的家长 其实非常鼓励 他的小孩去踢足球 民间的活力呢 是非常的充沛 但是呢 他是有点百家争鸣 那个方向就不以致了 所以呢 他的成效不是很明显 所以到时候我倒觉得 学校的推动是非常重要 那既然学校推动 这个跟政府的角色扮演 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最起码 甚至从幼儿足球 幼稚园 幼儿园这一块 到国小这一块 我觉得政府 其实要花更多的力气 那当然政府的推动过程来讲 很重要是一个 所谓这个空间 运动空间的提供 因为大家知道 台湾是一个地下人丑 的地区 对 所以基本上 这个都会区的学校来讲 通常都会面临 空间不足的情况 那面对这样的话 那可能包括 我们的地方政府 包括我们的学校 就必须思考 怎么样规划 适合让这些小朋友 来参与足球运动的 安全的空间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 其实很重要的是 刚才谈到 我们如果没有国家英雄的 其实大家就觉得 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希望 对 少了一个热情呢 对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在 我们比较属于高中 或者是大学 甚至我们叫做 我们社会队这一块 我们如果能够挑选出 一个不错的球队 能够在一些国际的赛事 有亮眼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当有一个目标 往前走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小朋友 就会觉得有一个向往 有个希望 那他们参与的意愿就会高了 是 老师我们最后来聊说 中国大陆其实也有不少的 职业足球队啊 那他们其实也踢不进去 为什么呢 还是说甚至临亚洲啊 如了日本跟南韩之外 其他的国家对足球的发展 真的要再加强 对 这个其实就是谈到 我们一直谈到说 大陆其实的小朋友 踢足球的非常多 这跟台湾又有点不一样了 那但是两岸一样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机制都可能有改进的空间 例如说台湾应该要有一些 我们就是说足球推广的组织 它经常是跟大陆一样 大陆叫足球管理中心 这台湾叫足球协会 这两个单位在一个叫做 精英的一个推动的计划呢 其实做的都不是很理想 都有需要改进的一个空间 这部分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花更多的力去思考 怎么样在这一个精英的一个 推动的部分呢 要花更多的力 是老师你举个例子 像哪个方面必须要赶快改啊 例如说好了 我们的选手 他们踢足球 那问题是他们踢到有一天 他们一定要退休啦 那如果说他们觉得踢足球 踢到最后一天 他们可能在面临就业 在职场这一块 可能遇到问题了 那他怎么办 那这一部分呢 可能足球 我们叫做足球运动员 退休后的一个 职业推广计划 要足以的第一个 第二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现在都强调是一个科学的时代 我们在培训运动员的过程来讲 必须要有运动科学的概念注入 不能再像以前 我们这个就是用什么土法练钢啊 要这个要用这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去去做训练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过时的方法 所以应该用比较现代科学的概念 融入到我们的训练机制 所以最起码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运动员 他在退 从运动场的退休之后的一个 职业的一个转换机制 第二个呢 就是运动科学的观念跟机制的融入 这是非常重要 这两个部分其实要花更多的力气 是 我们在今天节目访问到 是新竹教育大学体育学系黄玉老师 也点出来说 我们台湾或者整个亚洲地区 都有一些足球上的盲点 必须要再突破的地方 也谢谢老师今天一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老师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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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